残忍战争爆发,人们为了生存,在暗无天人的下水道待了14个月,本次里搁带了电影《黑暗》弥漫。 二战期间,波兰被德国占领,不幸的犹太人们遭遇了残酷的大屠杀,为了躲避德军追捕,便打通下水道,躲在里面避难。 在这样艰难的时候,管道工波德克却经常干些小偷小摸的事,下水道成了他的藏葬所在。 某日波德克在修理管道时,无意间发现了犹太人挖的地道,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敛财的机会, 便承诺帮犹太人在下水道藏身,但要索取高昂的封口费和保护费。 随着德国军队大面积侵袭,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了下水道避难。 波德克继续收着这笔封口费,当然也照料他们的生活,但德军的侵略也越来越疯狂,许多犹太人都因此丧生。 波德克怕自己因帮助这么多犹太人而受到波及,前级之下他表示自己只能保有限名额的犹太人。 听到这个消息后,大家虽然骂骂咧咧,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现实。 最终救助人数缩小到11个,其他的人则落寞退场。 突然德军接到群众举报,说下水道中有犹太人存活,一个与波德克相识的德军军官受命来到下水道查探。 同行的还有波德克,好在凭着军官的信任,波德克可以自己搜查一块区域。 那正是他藏匿犹太人的新地点,这些人再次得以幸免,可波德克的妻子却发现他藏匿犹太人的秘密。 他认为丈夫为获取利益将全家置于危险中对此时分生气。 不久,好友军官向波德克说起德军在下水道发现一批犹太人的尸体,这说明他们曾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得到过救助。 而那些死亡的犹太人正是当时被波德克抛下的另一部分犹太人。 得知消息后,心怀愧疚的波德克再次来到下水道,不料却发现有人逃了出去。 他心知自己和家人会因此而有危险,愤怒之下便决定不再帮助这些犹太人。 即日后下水道中的一个犹太人为解救心上人的妹妹,试图潜入德军军营,不料遇上难缠的德国士兵。 波德克偶遇这一幕,为救那犹太人,与他合理将德国士兵打死。 然而德军为了报复有人杀了他们的一名士兵,便吊死了十名波兰人,其中就有波德克的同事与朋友。 更糟的是,另一名管道工在下水道中发现了犹太人的踪迹,连忙跑到地面上广而告知。 波德克虽然说了不再为犹太人提供帮助,却还是不顾危险,赶来将他们转移至教堂地下。 但此处结构特殊,声音很容易传到外面,可偏偏其中一名女性怀孕即将分娩。 波德克在下水道中见证了生命的诞生,倍感震撼。 出于怜悯,他和妻子决定收养这个小生命。 谁知第二天,他被告知孩子母亲害怕孩子哭声太大,引来德军,而亲手掐死了宝宝,这让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。 也就是从这时起,他决定摒弃之前那些只为赚钱的庸俗想法,开始真心实意地帮助这些可怜的人。 除了给大家带来日常必备的食物和水,他还会带来一些小玩意儿供大家消磨时光。 当看到一个小女孩,因为长时间见不到阳光而变得虚弱,她会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打开井盖,抱着女孩呼吸新鲜空气。 而且就在犹太人无力支付费用时,波德克还自掏腰包实施救助。 这天是波德克女儿的洗礼日,全家人欢聚一堂,奈何下起暴雨。 波德克有些担心下水道里的犹太人,随即匆忙告别赶去查看情况,那只刚到就看到德军在地上埋雷。 波德克向他们解释,这会引爆燃气管道,却毫无作用。 好友军官还让波德克带他们下去查看,此时下水道积水严重,犹太人即将被淹死, 锅碗用具都顺水飘了出来。 军官看到这一幕,瞬间发现波德克藏人的秘密,正想要枪杀波德克。 看波德克早有准备,他躲过枪击与军官扭打起来,令军官死在了水中,自己也陷入了昏迷。 等到再次苏醒时,下水道中的水已经不复存在,看着这些犹太人平安无事,波德克顿时松了一口气,急忙回家找些衣服给瑟瑟发抖的犹太人。 结果到家后却发现妻子已经带着女儿离开了,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他悲痛欲绝,随后身心疲惫地靠着床睡着了。 第二天他的妻子还是放心不下波德克忍不住回了家,两人见面后开怀大笑,妻子已经彻底接受了丈夫的善良和冒险。 最终战争结束了,被困于下水道14个月之久的犹太人终于重见天日,人们高兴地相拥而弃。 生活也许是艰辛的,尤其在黑暗中,但是只要心存希望,总有一天会见得光明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歌,愿做灯展,照亮你心。 我们下期见,我们下期见,我们下期见,我们下期见。